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之後我英文啟度 忍不住一定要做一集 事實上都有點慢 但是我看到這個東西好像慢慢有出現在我的同溫層裡面 當然就做一下 NTF 知道是什麼嗎 NFT 靠北我還念錯了 NFT不是 NTF NFT 我們就先看一下這裡有講 像包括我們這邊有 Non-Fungible Token 這是它拆開來的我這邊打成一個 hashtag 中文翻譯成非同質化代幣或者非同質化通政 這是一種新的投資的一種可能性 那好 我就想介紹一下 因為對我來說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扯 我真的必須說很扯 扯得比扯鈴還扯 這個就是我先說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概念 讓你聽聽看 聽了你會不會覺得 WTF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我今天創造出了一個數位的一種藝術品 假設我用Photoshop畫了一個畫還是幹嘛的 或者我自己錄了一段什麼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放在網路上 當然我現在在YouTube上給你看 在任何地方給你看 或者你是download下來成了一個MP4或之類的 那這個影片其實就可以無限的重複製造 重複 Duplicate 應該這樣說 不要想重複製造 我們就可以重複製造 一個一個的Copy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Duplicate 它 那 Duplicate 之後 你也有 我也有 他也有 大家電腦上都有 這有任何的價值嗎 你會覺得沒有 可是現在偏偏它變得有價值了 它變得可以有價值 甚至是可以炒作的一個東西了 那它用的那個技術就是Blockchain 區塊鏈 Blockchain 它就有區塊鏈的這個方式 來讓這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JPEG 那這個JPEG 你知道就JPEG 就那種你知道 這電腦上的那種圖片的格式 所以影片啦 影片啦 藝術品 Python JPEG 啦 或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能夠透過Blockchain 得到了一個 上面的一種認證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是真的是你有的 而且 就是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這是你有的 就因為這個認證存在於 這些系統裡面 我現在講可能已經 失去了我一半的觀眾 好 我們來學英文吧 我用中文解釋 事實上也真的沒有太多的意思 我們現在往下看下去 我剛剛講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A digital-only artwork has sold at Christie's auction 都寫著應該講 at Christie's auction house for an eye-watering 69 million or 50 million euro but the winning bidder will not receive a sculpture, painting or even a print 光是這邊 你可能就有一點覺得 哇 這什麼東西啊 好 所以 這是一個只有數位版的一個藝術品 a digital-only artwork digital 你知道數位嗎 has sold at Christie's auction house 所以我剛剛提了一下 卡住一下 因為這三個字一定要走在一起 所以Christy就是 Christy拍賣場 auction就是那個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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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那個 OK 知道我在幹什麼 所以這個auction的意思就是 那個拍賣會 拍賣場 所以Christy也是很有名的一個 那還有像是什麼 蘇富蘇士比啊 Sotheby's 好像是這樣唸吧 如果唸錯不要怪我 對不起 so 因為那個是 非我同溫層的東西 我哪有錢 或者哪有這種興趣去參加這種東西 but anyway 所以這邊說了 這個東西在 Christy的auction house 賣了 has sold for an eye watering 就是賣的是一個 讓人眼睛都濕了的69萬 呃 對不起 69 million 應該講6900萬 不是69萬 so an eye watering 69 million 或者50 million euro 所以5000萬歐元 但是這個 贏的這個 下注者 就是Winning Bitter 所以Bit這個字就是有下注 不一定講下注 因為不見得一定真的是 賭還是幹嘛的 不過還是是啦 就你看奧運會每次 都會大家 喔我這東京想參加 或者是墨爾本想參加 哪裡想參加 那個就叫做 Bit BiD 那我們去參加 像我們想要去獲得 世大運的申辦權 那個也是Bit 所以我們都是Bitter 那是不是就是下注者呢 你這樣看也行 所以這個Winning Bitter Will not receive a sculpture 你不會得到一個雕像 你也不會得到一個Painting 一個畫作 或者甚至連一個 印刷出來的都不會 even a print 所以沒有任何實體的版本給他 所以這幾個詞 也都可以認識一下 Sculpture就是雕塑像 塑像 Painting就是畫作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Print這樣子 取代字的是 Instead They get a unique digital token 一個很獨特的 Digital數位上的一個Token 這個Token我們剛剛就可以 翻譯成代幣 或者翻譯成平證 known as an NFT 所以NFT它拆開來寫就是 等一下會看到 我剛剛已經給你看 Non-Fungible Token 這個Fungible的意思 我們用簡單一點的話來說 所以Fungible 那這裡是Non-Fungible 所以是不能Fungible Fungible的意思就是 是可以取代掉的 所以就是可以被 就是Replaceable OK Replaceable Interchangeable 兩個東西可以互相對來 換來換去的 我先 我還是很想先解釋一下給你聽 假設我今天 借你10塊錢 然後 這個10塊錢你要還給我 需要同一張嗎 不用另外一張也可以 或者我拿10塊錢去 美金10塊 我想跟人家換兩張5塊 所以10塊遞過去 拿兩張5塊換回來 這我高不高興 高興啊 因為換成功啦 因為這個10塊錢跟著兩張5塊 就是可以Changeable 或者Replaceable 或者Interchangeable 這樣子 所以Fungible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所謂Non-Fungible是什麼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一張鈔票 張鈔票 鈔票的例子大概不好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 蠻有趣的 有一個蘋果手機 它上面那個Apple的Logo印歪了 結果這台印歪的Logo啊 就是有著印歪Logo的這台Apple手機 好像在這個也是網路上拍賣上 賣了比正常的一支手機還要貴 不知道多少錢 多少錢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印歪了 它變成獨一無二 所以這種獨一無二的概念 就是Non-Fungible 而Fungible就是我的蘋果手機跟你的蘋果手機 所以我們兩個交換大概無所謂 只要你都還沒有開 我也還沒開 對不對 so it's the same thing but anyway 所以這邊說的是 他們會得到一個Unique Digital Token 它叫做NFT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畫作啊 你會透過這個blockchain的方式 如果你有興趣想聽我來解釋blockchain的話 你跟我說一下 我可以錄一個影片給你看 因為我覺得blockchain 已經是一個比較久一點的概念 你應該懂了 所以總之這個憑證存在於 很多人的電腦裡面 或者說在一個特定的網路裡面 所以像為什麼你知道我有Bitcoin 而且我的Bitcoin不會被偷 因為大家都有存著我的一個記帳的一個ledger 好我不想再解釋下去了 總之blockchain的概念就是這樣 大家都能夠證明這個錢是你的 所以大家都能證明這個畫作真的是你的 這個artwork真的是你的 所以where Bitcoin was held as a digital answer to currency NFTs are now being touted as a digital answer to collectibles 所以就在以前啊 所以在這個以前Bitcoin被認為是 被認為是這個 被認為是這個 貨幣的數位方面的答案 所以貨幣這件概念 我們在數位上提供的解答就是 我們用Bitcoin吧 所以在同一個概念裡面 在收藏品這個概念中 NFT就變成它數位的解答 所以這句話大概翻譯起來是這樣 我再讀一次給你聽 where Bitcoin was held as the digital answer to currency NFTs are now being touted as the digital answer to collectibles so they are both answered to something 他們都是一個答案給什麼問題 so NFT就是 the digital answer to collectibles collectible就是可以收藏的東西 所以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懷疑者 所以這邊有一個 因為這是BBC的報導 所以他們的懷疑論是用這個字 這個品法septics 其實一個點是skeptics 那這邊這個C在美國就變成K這樣子 所以skeptics就是懷疑論者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skeptics who think it's all a bubble 這都是一個會破的泡泡 that is going to burst 會爆的這樣 所以下面一開始解釋是什麼是NFT NFT stands for non-fungible token 剛剛已經說過了 so in economics 在經濟學這個層面上 a fungible asset is something with units that can be readily interchanged like money 就剛剛說的 所以現在用真的英文講給你聽 所以一個fungible asset asset就是你的財產 is something with units that can be readily interchanged 所以這個東西啊 它有著很多不同的單位 單位用的複數units 而這個東西可以很隨意的來 替換它interchanged 就像錢一樣 剛剛也舉過這個例子 cool ok so with money you can swap a 10 euro note for 5 euro notes 所以你可以swap就是交換 swap一個10歐元的 所以它特別用歐元來說 a 10 euro note note 這個note的意思是 紙鈔 ok 紙鈔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錯 對不起 我好抱歉啊 因為我想起來這是BBC報導 所以我有點忘記 前面這個符號 到底是 是英國的 inbomb還是歐元 所以讓我很快找一下 好不好 這個東西什麼玩意兒 喔 所以這個是bomb 對不起 所以我剛剛講成歐元 那是我的錯 所以應該講inbomb 所以你可以swap一個10 pound note 所以note就是一張紙鈔的概念 你可以換兩張的5 pound note right and you don't have the same value 有同樣的價值 沒有錯 however if something is non-fungible that this is impossible it means it has unique properties so it cannot be interchanged with something else 所以如果有個東西是fungible的話 所以這件事情就不可能 不可能的就是你沒有辦法 反正它有一些獨特的一些property 這個property就翻譯成屬性 so it cannot be interchanged with something else 不能跟另外一個東西去做對價 對換的方式 so it could be a house or painting such as the Mona Lisa 所以可以是個房子 因為房子真的不能夠換一個房子這樣 你可能說用錢買啊 可能就不是同樣東西了嘛對不對 所以那是等價的東西 那個是可以用對價的方式去理解 可是它總之不是同樣一個東西 so so non-fungible 的東西 可以是a house a painting 好比說Mona Lisa這幅畫 which is one of a kind 所以這邊有一個片語很不錯 叫做one of a kind one of a kind就是獨一無二的 kind是分類 對不對 種類 所以你是那個種類裡的唯一的一個 you are the one of a kind 所以這就叫做 獨一無二的這樣子 所以mona lisa one of a kind you can take a photo of a painting of the painting or buy a print but there will only ever be the one original painting 所以你的確可以替這個畫照個像 或者買一個他的print 這裡的意思也就是 總之是複刻本之類的 或者甚至就是印刷出來的 不管 but there will only ever be the one original painting 但是在世界上 永遠解就只有那一副原作而已 there will only ever be the one original painting That's correct 只有一副mona lisa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到物理世界存在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講non-tangible 不是tangible non-fungible你可以理解 因為mona lisa像剛剛講只有一個 那數位呢 就覺得開始白癡的對不對 數位的東西 假設我有一個mona lisa的一個jpeg 然後你也有 那我說我的是獨一無二 你會說你神經病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其實在下面有練 我下面的連結有兩個影片 這兩個影片是我 第一個影片是講籃球的 所以籃球的那一些highlight 精彩鏡頭 籃球的highlight 你知道YouTube上你可以隨時看 看什麼都看不完的 可是啊 竟然有一家公司 它叫做top shot 它就伸出了一些highlight 然後還給它不同的層級 然後你就可以去收集 然後它就說 這個藍色層級的這一片highlight 只有50份 然後金色的可能只有20份 所以這個金色的可能賣你2萬多美金 藍色的可能就賣你5000多美金 然後這個highlight你就可以在YouTube上直接看得到 所以我下面那個籃球的連結影片就是有一個 反正就是籃球迷 他在說 他從小呢 就知道有籃球的球員卡這回事 這個你大概可以理解 很多電影也演過 那些年我回去追了女孩 九把刀裡面 說過國中的時候他還收集籃球卡 那這些籃球卡真的有價值 因為在世界上可能真的只有10張5張幾張的 在Michael Jordan的Rookie卡 可能現在幾十萬美金也不一定 因為可能就張數不多 而且他的Rookie season 你看多值得珍惜啊 所以那真的有存在 That is tangible goods 那tangible就是實際存在的 所以那個是實際存在的一個東西 It's tangible 那影片不是啊 所以那部影片他就是在 炮轟這個概念 就是既然有這種公司 能夠把一個同樣的大家都能看到的影片 分成不同的級別 然後賣給人家 然後還真有人買 他完全不能理解 我在看那個影片的時候我也覺得 Oh what the hell This is crazy so that's a craze that I'm going to be you know that I'm never going to be involved with 那可是後來我就 在昨天看到了 喔原來這個東西 已經有一個名字可以貼個標籤給他 就是NFT這樣子 所以我之前看了那個籃球影片 然後昨天看到另外一個影片 解釋什麼是NFT 我才知道說OK So this is the idea of NFT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的話 那個NBA的 這個Top Shark 就這個 那我其實進了他的這個網頁之後 發現到我們 這個台灣區是沒有支持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上去搞這網頁 但 無所謂 what you know you're not missing out 無所謂 所以反正他這邊就 你看 Premium packs 所以他用這種 他的賣的方式是賣給你一個pack 就那種一個什麼包這樣子 那你拆開之後 裡面就可能有幾個幾個影片 那你可能就有運氣抽到一個 例如說他的 他的Rarity 你抽到的一個影片 可能他的稀有度 Rarity Rare這個詞就是很稀有 Rarity 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你抽到一個影片 他的Rarity 可能就我剛剛講的有 有金色的 然後可能全世界只有十個 那這個只有十個的影片 你現在擁有了一個 可能就可以賣他很多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個Limited quantity 這樣子 耶 可是同樣的一個影片 Like I said 在YouTube上看到這樣 所以總之 再回到這個概念上 他透過blockchain的方式 中文的解釋 所以他透過blockchain的方式 來替你這個影片 貼個標籤說 的確這個影片 他有獨一無二的存在價值 那他這一些東西 都存在於一個 他的 他是用一個好像是 Ethereum 還是Ethereum 我也忘記那個字怎麼念 我們回想看 So,NFTs are one of a kind assets in the digital world that can be bought and sold like any other piece of property 所以他也是一種 獨一物的assets 又講到的財產 在數位的世界裡 in the digital world that can be bought and sold like any other piece of property 他可以被買或者被賣 像任何其他的 a piece of property 一件產物這樣子 but they have no tangible form tangible form of their own 所以剛剛有說了 tangible就是實際存在的 他們並沒有tangible form形式 the digital tokens can be thought of as certificates of ownership 所以這就是 擁有權的證書 for virtual or physical assets 所以是虛擬的 或者是事實上存在的assets 所以他現在又講了他怎麼work traditional works of art such as painting are valuable because they are one of a kind 所以強調一次 傳統的works of art 所以藝術作品 好比說painting are valuable 有價值 because they are one of a kind 他們就是獨一無二 你看one of a kind 已經看了N次了 希望你今天就把它記起來了 one of a kind 有文字了 fuck goddammit 好沒答到 but digital files can be easily and endlessly duplicated 所以但是啊 你看數位的檔案 它能夠很輕易的 並且很無限的被複製 they can be easily and endlessly duplicated 所以到底怎麼work呢 so with EFTs artwork can be tokenized 所以被代幣化 平證化 OK 呃平證嗎 我在講這什麼平證 通證化和平證化 平證是桃園的其中一個地區 so artwork 可以被tokenized to create a digital certificate 所以它能夠創造出一個數位的證明 certificate of digital certificate of ownership that can be bought and sold 所以總之 你講到這個token的概念 所以這就像是cryptocurrency 所以這就是虛擬貨幣 cryptocurrency 加密貨幣我應該說 a record of who owns what is stored on a shared ledger known as the blockchain 所以就像是cryptocurrency一樣 有一個record被紀錄起來 紀錄誰呢 誰擁有了什麼東西 so of who owns what is stored on a shared ledger 這個 ledger就是記帳的那個記錄 所以它就叫做blockchain 所以或許這兩解釋真的也夠了 所以這個的record是不能夠被篡改的 so the records cannot be forged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叫做forge 它有篡改的意思 所以這都不能篡改 所以我們真的都能夠知道 這個影片的最特殊的版本在你手上 但那又怎樣 我還是覺得so what 所以反正這個就是有錢人的playground 就是了 有錢人的遊樂場 你有錢你弄一個那個出來 說我擁有一個影片是全世界只有我有的喔 然後就看what youtube我也看得到 你是白癡喔 好 anyway so the record cannot be forged because the ledger is maintained by thousands of computers around the world 因爲這個 ledger 被全世界好多好幾千台電腦 都有留著這個 ledger 所以大家都能夠認證它是真的擁有著 這就是blockchain的概念 或許也不用再做一片影片了 如果你真的不懂 我還是可以用比喻的方式來換一個影片講給你聽就是了 if you wanna watch it that is 事實上你的網路上能找到也非常多就是了 好所以 講到這裡大概就可以了其實 那下面有講說 那你怎麼樣阻止人們去copy這個digital art 沒有辦法 人家能copy啊 可是重點就是 他們不能證明這是他的 只有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有 ledger 的這個狀態下 有blockchain 的狀態下 那個人能說那是我的 以及有這麼多人可以證明那是他的 這樣子 好所以 this is this is really stupid I would say ok 所以 然後你看下面還有人問了一些 你可能會問的問題 蛤這個人付了好幾百萬喔 people are paying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tokens yes it's as wild as it sounds 所以這個就聽起來呢 這個聽起來 這就真的跟你所聽起來一樣這麼狂野 這麼瘋狂 so it is as wild as it sounds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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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飛走了 飛遠了就算了 等一下回來的時候我要打他 all right 然後他到底值多少錢或什麼之類的 下面就開始講了這樣子 好有興趣的呢或許 你可以看下去 還有文物是不是bubble 很難說啦 我真的覺得 因為如果真的很多人去信道這件事情的話 if you buy into it if a lot of people buy into it and it becomes a real thing so this is a whole system that's built on trust so this is a system built on trust right built on faith 這是一個你對他有信仰有信心 他就能夠maintain得住的一個產業 跟bitcoin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講說這樣的東西 它本身沒有任何內建的價值 so things like this have no inherent value 沒有內建的價值 可是bitcoin真的能拿來使用啦 如果說真的能拿來使用 那他我認為他就是那個有價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拿來去purchase things swap things 像好比說elon musk說 你可以用bitcoin來買tesla then there's use for it 那就表示說這真的是 it is worth something i guess so 講到這裡真的也夠了 我們講到這裡可以停了 所以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介紹一下什麼是nft 所以 with every little video I hope your English improves bits by bits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